嗨,各位大美人你好吗?今天我们来继续Sephora 2023Spring VIP Sale 我都买了什么,然后我要再可以上测试 他们到底怎么样,那我们就开始吧 我的脸部涂了一个防晒,然后在发毛的部位涂了这个BB Cream 剧红的 现在呢我就开始上粉底,今天用这个Chanel的1号粉底液 我的色号是BD21 这个颜色是蛮符合我皮肤的颜色 我还喜欢这个粉底液 它是比较保湿的 用一个Sponge 它的遮瑕力不是很重 它是一款非常自然的粉底 Chanel的粉底液都是好香味的,没有办法 这就是第一层的妆效,我觉得这个粉底液不是特别能遮瑕的 它的第一层的遮瑕力只有30%到40% 那我就上第二层 我觉得第二层我不要用那个Sponge了 直接用手 我也不喜欢你的脑子 我希望我们下期见 转发 我们下期见 是 我 这款分别是相当的细腻哦 再拿Sponge压一下 第二层就收好了 第二层的遮瑕力可以达到 我来说可以达到八成九成 用手是最好的工具 这个CENEL的粉底液 两变的妆效虽然说是有一点粉感 但它绝对是高级的 是有粉感的自然 不会让人觉得是假面 非常的自然 就像你皮肤天生就很强韧 就很健康一样 这款粉底液是比较油润一点的 所以我要定个妆 定妆呢我就用这个COSUS 这个是苏兰打折时候入的 这是一个mini size 超级可爱 有没有超小一只的 然后圆圆的 它这个里面 它这个里面的上面是凸起来的 所以非常好取分 我的色号是Breezy 应该是最浅的色号吧 用一下妆 我在柜台的时候结账的时候啊 柜台旁边有小样 然后我就试了一下这个粉 超级的轻薄 很细 超级细 它虽然是有颜色的 但是它很薄透 它不太会破坏底妆的 原有的光泽啊颜色啊 就是稍微定下妆这样子 这是定妆之后 它会稍微带走油光感 但它不会马上 咻一下 把你的皮肤吸干 有的定妆粉就是上 脸马上就 所有油分都跑光 然后会马上的就变得非常干 这个就不会 眼影呢我今天用KVD的这一款 眼影棒 我上上一支视频 有用这个KVD的这个眼影棒 是用的比较深的颜色 这支深一点的颜色 是我之前购入的 然后这个浅的是我这次购入的 它是一个有层次的闪 看在不同的折射下 它的闪 那我今天想用这个淺一点的颜色 试试它上也是什么效果 这个眼影打底还是用这个PATRIXA的这一盘 是一个ROAST的盘 我今天会用这两个颜色 在眼皮打个底 我先占取这个颜色 我的刷子用的是REFFER的15号 这个是比较大一点的 用染刷 第一个我占取的颜色 它是个比较浅的颜色 所以毫无压力 就大胆放心的往上铺吧 就是一个粉粉举举的一个 浅玫瑰色 像这种颜色我都可以大胆的往上 大个一灰 接下来会把刷子 淡去这个旁边的这个稍微深一点点的这个玫瑰色 放在眼尾处 这个颜色就也还好 没有很深 这个眼影超级好预染 丝滑软 软糯 super blendable 接下来就用这个KVD的这个 眼影棒 我用手指直接上在眼皮上好了 看 它是有一定粘度的 因为它是这种高状的固态的办法 所以它是湿润的 它干得很快哦 我先把它铺在上面 然后再用一个眼影刷 把它暈染一下 看 真的是很亮 只需要一个简单的打底 然后铺在上面 稍微暈染一下就 完美 我的上眼皮部分就完成了 接下来画下眼皮 用这个颜色 也是这个最浅的 在下眼线 做一个打底 然后同样用这个颜色 在眼尾做一个加深 这个眼影超棒 它完全不掉粉 真的 这个 这种暈染程度 真的无敌棒 重点来了 眼头要用这个黄色 这个是这个 这个是Odesign 超喜欢这一盘 每一个颜色都超级好看 超级适合春夏 眼头要用这个颜色 让我的眼妆更亮 弄到下面一点 一会把它擦掉 做个眼线我要用这个 Urban Decay的蓝色的眼线 它是这个颜色的 我只要画在眼尾就好 它这支眼线笔 还是稍微有点卡卡的 它这支眼线笔 还是稍微有点卡卡的 然后给它画的稍微 小一点 这个眼线笔 是Urban Decay去年的一个 联名的一个眼线 它 我刚开始用的时候 它真正超级干 超级卡 把我眼皮扯得非常痛 然后就开始用 卷笔器削它 把前面都削掉了 然后它就像突然开个光一样 非常丝滑 非常的柔顺 它现在 完全不卡了 就很好上色 它可能是前面已经干掉了 那我现在来个睫毛 马上回来 我的眼妆完成啦 好 接下来我就要上腮红 嗯 我今天腮红用的是 Rare Beauty的这一个 液体腮红 颜色是 Bliss 我是第一次用 Rare Beauty的东西 我之前从来都没有用过 为什么 我每次想买 然后都没有买 然后这次 我就 一定要买它 一定要尝试一下它 这个颜色还是最浅的一个颜色 它就是一个嫩粉橘色 粉粉嫩的颜色 那我就拿把刷子放在手上 蒸一下好了 嗯 它是好看的 它是很 自然的颜色 它是很 它真的就是粉粉嫩嫩的颜色 然后 然后 暈染也没有问题 它是好暈染的 我怎么这么晚 才用这个品牌 嗯 这个颜色是嫩嫩的 可能我这个颜色是最浅的色号 它就 可以叠加 如果选深一点可能就会 不会占取那么多 会比较饱和一点吧 这个塞红是好看的 我怎么没有焦点用它 我可能上的有点多 我是因为要测试它的暈染程度 和它的显色度 所以就有点多 那下面我要来试三支 姑奇的口红 有一支是我之前买的 我可能今天就试一支吧 因为这个视频有点长 所以我就先试一支 我先试这支是402 是这个超级鲜艳的分色 因为这个质地是一个唇膏质地的 它不是完全能覆盖唇色 但是我的唇也还好 我没有那么深 试一下 这个唇膏还不错吧 超级亮的 整个一个look就是 非常的夏天 喜欢 那我有空在是另外两颗颜色 这个姑奇的这个系列 我都非常爱 它是非常滋润的 而且非常有光泽 夏天我就想用一些非常有趣的颜色 非常鲜艳的颜色 我今天的妆容就完成啦 我自己是非常满意我自己的今天的look 非常的有春夏的气息 谢谢各位大美人陪我一起化妆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记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